针对近日传出陈晓向陈妍熙求婚成功的传闻 陈妍熙回应称 现在真的很享受快乐恋爱的喜悦 有进一步消息一定会通知大家 自从陈晓和陈妍熙公布恋情后 两人时常在微博互相放闪秀恩爱 十一假期 有网友称 在西班牙遇见二人恩爱玩手出游 小两口的恋情虽不高调 但也十分甜蜜 近日凌晨十分 娱乐公众号爆料称 陈妍熙回应 陈晓和陈妍熙很有可能确实好事将尽 称陈晓托人在和非银泰的卡迪亚 买了个160万的钻戒 两克拉 并向陈妍熙求婚 还表示 此前有网友在陈妍熙陈晓游西班牙时 看到女方手上戴着一个大戒指 十分夺目 对此传闻 陈妍熙回应称 现在真的很享受快乐恋爱的喜悦 有进一步消息一定会通知大家 谢谢大家的关心 宜恩素地整理报道 针对近日传出 陈晓向陈妍熙求婚成功的传闻 陈妍熙回应称 现在真的很享受快乐恋爱的喜悦 有进一步消息一定会通知大家 自从陈晓和陈妍熙公布恋情后 两人时常在微博互相放闪秀恩爱 十一假期 有网友称 在西班牙遇见二人恩爱玩手出游 小两口的恋情虽不高调 但也十分甜蜜 近日凌晨十分 娱乐公众号爆料称 陈晓和陈妍熙很有可能确实好事将尽 称陈晓托人在和非银泰的卡迪亚 买了个160万的钻戒 两克拉并向陈妍熙求婚 还表示 此前有网友在陈妍熙陈晓游西班牙时 看到女方手上戴着一个大戒指 十分夺目 对此传闻 陈妍熙回应称 现在真的很享受快乐恋爱的喜悦 有进一步消息一定会通知大家 谢谢大家的关心 宜文素地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ibraSoy